最近我在《苦行、偷陀、莫林森笔记》中读到 要往生使自己的化身阿弥陀佛来借淫自己 化肉身并印身 这个阿弥陀佛是往生者的化身佛来借淫往生者自己的请问 人要往生到底是自己化佛还是阿弥陀佛来借淫 佛在四义法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第一句话 一法不一人 法是经典 修净土的人 最重要的现在是净土无经一论 你要以这个 你不能以别的 诸诗大德的诸书 如果与无经一论相应 可以相应 可以接受 与无经一论所讲的不相应 你就放在旁边了 你何必跟自己找麻烦呢 这是什么 说明你自己信心不前进 你对净土 对净土的今天 你没有信心 对于净土的 这个指导净土的老师 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没有信心 那当然 对于历代祖师大德的时候 你更没有信心 你要成就 你就难了啊 我们在讲习讲得很多 试图世间法 要想有成就 成就的大小 与他的信心 乘证别离 没有信心的人 佛菩萨来教他 都不能跟进 但是信心的尽力 太难太难了 那我们这一次讲的 我们这一次讲的 显手评 这一评经文 再有一次 就讲越满了 最后 佛菩萨跟我们讲 信心的功德不可思议 但是信心的尽力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偶尔大师讲的好 你能不能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相信我有佛信 这是佛经上说的 一切众生皆有佛信 既然有佛信 当然他能作佛 那怎么样作佛呢 佛信 是轻因缘 佛讲四缘生法 我们要想在这一身成佛 那你的所缘缘 就是一心想作佛 那这是所缘缘 受法界 我指缘佛道 那么佛跟我们讲了 缘佛道 要怎么个缘法呢 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 我们现在讲的很清楚 很明白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确心 慈悲心 我日常生活 工作 待人介物 都是用的这个心 你走的 你走的是佛道 你过的生活 是佛的生活 但是这个 这个 五句 句句 你都要搞清楚 你不能以为 哎呀我已经是用真诚心了 假的 什么叫真诚呢 真是不假了 什么是诚呢 古人 解释这个诚子 一念不生 是未成 你的心成了没 你还有忘年 你心不成了 你还有分别 你还有支柱 你的成心在哪里 真有成心 你一碰到我 一句话都不会说 为什么 你们有问题吗 你还有问题来问我 你们有诚意呀 你心不成啊 你怎么疑惑这么多 忘念这么多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